現在已經宣示要加入TPP跟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那為了要讓我們的產業能夠因應 這下一步的自由化跟國際化 所以產業升級轉型的工作 是不能夠有任何的猶豫的 那經濟部透過今天所報告的方案 規劃在該部所主管的產業 有所謂的三大主軸跟四大發展策略 我們請相關的部會能夠全力配合 經濟部所規劃的這個方案 那麼在不管是財務投資、創新、研發 或者是環境建制等等方面 盡量予以協助 產業轉型不是只有靠政府 當方面去呼籲就可以完成 它非常需要我們民間的企業 尤其是製造業等能夠真正的攜手合作 朝這個方向一起來努力 那麼要能夠形成這樣的風氣 還是要請經濟部跟相關的部會要加強宣導 利用各種跟民間產業接觸的機會 讓大家能夠清楚的知道 在整個世界的局勢不斷變化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產業必須要尋找 而且是要積極的尋找 自己的一種轉型的契機跟方式 政府在過去這兩年來 已經確定是不會以這個所謂的租稅優惠 來作為我們主要的經濟發展的手段 既然不是要以這個降低我們的租稅 或者是免稅來作為吸引投資 或者是促進產業轉型的條件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試著在其他的 可自利用的政策工具上面 要多方的積極的去突破 那麼這裡面包括像資金的取得 包括像我們科技或創新的研發 我們的一些品牌的建立或者是網絡的建制 那麼包括我們自己國內的一些生產條件等等 我們希望未來的產業轉型工作跟經濟發展 能夠盡量在其他的這一些方面琢磨 那麼我們也希望各機關都能夠協力來合作